这个男人刚将棍子放入水中 结果整个河水瞬间被腾了 成千少管条园 气刷刷跃出水面 试图攻击这个来犯者 但没一花功夫 就翻起了鱼肚白 鱼儿集体去世 只能任军大捞 不要误会 这可不是非法捕捞 而是持正上岛 多不得已罢了 亚洲领域 在美国是出了名的难搞 他们不仅对 当地的淡水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而且还目中无人 挑出水面疯狂攻击不往船只 为了念 当地人绞尽脑汁 甚至设置高额奖励 奈何这些治标不至本 收效甚微 所以当地政府不得不想出了 利用升波船和电波渔船 来对付这些亚洲鲤鱼 他们将鲤鱼赶往早已设下的渔网中 然后拿起手中飞舞起一身 这片区域的鲤 一个也逃不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